五排车再发车,这一局有惊无险,打了将近二十分钟,这一局猫神拿到了顿山。 选完阵容,双方阵容如上,与上局不同的是,只有九尾和猫神换了英雄。 进入游戏,中路抢线,甚是激烈,清完兵线,去上路,周渔半路竟然嘲讽起来了。 刚到上路,就被老夫子黏着锤,回到中路,兵线被出城吃完。 成啊,一个兵留不留啊。 哦,还有他射了,不该,不该射了。 下路,九尾蹭到四级,这个一级能拉得漂亮,小鲁般倒霉了。 三分半,去上路支援,这波是一个人头没拿到,马超想摊个小野怪,这直接摆给一个。 摆了一点。 什么情况。 回中路,路过野区,刚好碰见露娜,蓝霸服是拿到了,自己也走不掉了。 五分半,对面竟然主动开团,生怕自己顺风了,还是送几个人头吧,对面被团灭。 八分钟,上路开团,马超杀疯了。 月塔要搞死这个周渔,不过这个人头被九尾K到了, 可怜了这么努力的马超,但是九尾心里还是过意不去的,还是陪一下马超吧。 时间来到十三分半,九尾一个连环拉,老夫子先倒下,接着队有一波操作。 对面又倒下两个,对面还有小鲁班和周渔,马超又上头了。 接着,自己吃了下鲁班一泡,出城的栏上去也没能操作,坏了就剩下猫神一个人了。 这个需要在干嘛呀,我说。 真的假的呀。 剩了一波,我自己不秒他。 最后一波,队友都非常猛,又是倒下猫神一个,环灭对面。 终于一波了,九尾还是没能上到王者,就此无排车停了。 哇,终于结束了。 哇,打得好久,好累。 啊,不是我的MVP。 G了,他们自动退了,排不了了,差一把。 G了,G了,G了。